哥友们我来了,这几天有点是没上作品,打了疫苗的佑哥刚好一个星期了,今天都抓下窝分棚了 还有几只没抓出去,等下把种哥为了再去为分棚的佑哥 这边也还有几只佑哥 今天天气好,等下接着给他们洗个澡 下窝分棚的佑哥,我全都把他们关在降落台上面的晒笼,里面熟悉环境 锻炼他们听口哨进棚吃饭 刚开始胆子还是很小 慢慢的再过几天就全都习惯了,听到口哨就知道开饭了 这些都是秋赛的佑哥,现在才下窝不知道到时候他们能不能扛下来了 还有两个月秋赛又要来了 没办法,大的一批全部混合感染新成一拳没了,只能让他们上了 两个多月的鸽子就上赛场,的确鸽零太小了 一般上赛场的鸽子都要4个月以上是最佳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,没办法小就小吧,这就是你们的使命 以前没经验,这一次这些全打了疫苗的,存棚率应该很高了吧 都还有更小的,还有10多只还没下窝,小尾巴刚长出来的 故打扰他们吃饭了,给种哥先兑水洗澡去 同样的还是高猛酸甲两粒兑一盆水给他们洗,消毒,杀菌 接着兑另外一盆,好家伙都等不及了 另外一边都洗上了 好了,全安排上了,慢慢享受吧 千两块,大家估计去 家伙都知道不错了,麻烦了 小吃酒细小吃 车快点 跟 completed 筹捅 后来,尝一滴 老大家伙都太大了 还没来